玉米田呼现巨型怪坑仿佛发生大爆炸 可谁扎玉米田干什么呢 老警长上前调查又听见远处直至作响 漫天蝗虫飞来不少当场包庇 这个怪坑绝对不对劲 深夜时分老警长又回到怪坑中央 命令幕后坏蛋有种来会一会 玉米地沙沙作响 怪坑中央的沙子似乎有东西活动 却总躲在老警长背后 他突然袭击 一击毙命 老警长死不瞑目 眼里倒映着外星神秘物体 外星文明的入侵开始了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正热乎的科幻新剧 入侵 目前连在七集讲了四个主角的故事 其中有位叫阿妮莎的戏份最多 咱们一口气看完她的故事 阿妮莎人在纽约毕业于哈佛医学院 虽然没从医 但是家境优渥 儿女双全 夫妻也恩爱 今天白天 全世界所有的中小学孩子同时流鼻血 大约只有10%的人没事 具体原因不明 阿妮莎的孩子们也在其中 她待孩子们就一直写之后 一白天都给丈夫打电话 却打到夜里也打不通 定位软件显示 她在纽约城外 这是在干嘛呢 阿妮莎驱车赶去 却看到崩溃一幕 丈夫竟然在跟小三出轨 深夜 丈夫回家 阿妮莎近乎疯魔 质问自己付出了一切 为什么还要选择对方呢 说话间 大地震动 电力中断 建筑倒塌 信号也失常了 丈夫走上街头 发现邻居们更惨 仿佛是遭受战火摧残 周围不时发生零星爆炸 这里再也不能待了 但他们的车是某著名电动汽车 大难临头 打不着火 丈夫崩溃了 竟想求邻居带自己跑 至于阿妮莎和孩子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 阿妮莎心地透凉 但现在还不是离婚的时候 她重新启动某著名电动汽车 带着丈夫上路了 一家四口开了一整夜 四日早晨去一处加油站充电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 空中战机呼啸 因为充电桩太少 丈夫正充着电呢 庄位就被人给抢走了 她想理论却挨了走 再这样下去没法出发了 阿妮莎低头一看 另一家人正照顾孩子 车钥匙就放在桌上 她把心意狠偷走了那辆车 招呼丈夫上路 被偷的一家想追上来 却只是徒劳 入夜后 一家人在汽车旅馆入住 丈夫完美全市通窗一梦 睡着觉呢 就趴起来给小三打电话 电话没通 就用留言表达担忧和爱 这人带着老婆孩子入住 反倒跟别的女人说我爱你 旅馆老板娘向她投去 意味深长的眼神 丈夫在地板睡了一夜 次日早晨一家人再次上路 今日末日气息更加浓厚 全国爆炸 各地停电 路人纷纷抱怨 一定是普京搞的 连士兵都上街维持治安了 丈夫去跟士兵问路 阿妮莎偷看她手机 发现她一直在关心小三 只是没有得到回信 她接着打开相册 大脑嗡的一声 里面竟然有胎儿必超 感情小三连孩子都有了 一家人上路不久 阿妮莎就忍不住了 想将丈夫扔下车 两个人争吵时 大儿子下车撒尿 不料再也没有回来 丢了 两人抱着小女儿搜寻一夜 深夜终于在一位 当地老人家里找到 她意外遇到大儿子 好心收留 由于当地宵禁 她把主角全家收留了一夜 新一天早晨 老人要去附近的商店找食物 但外面已有劫匪游荡 很是危险 阿妮莎自愿替她出门 商店早已被劫匪洗劫一空 一片饼干都没剩 她还想找些残余物资 两个持枪士兵 就已经搜查进来 他们担心阿妮莎受伤 想给她找医生 阿妮莎黄论拒绝 随口说 我没事 就是医生 没想到士兵们一听来劲了 我们正急需医生帮助呢 阿妮莎一时愣住 半退半就上了救护车 跟其他医生 共同进入军队营地 营帐人满为患 除了伤者 全是医务工作者 阿妮莎眼神迷离 神志恍惚 被家庭放弃了 现在她之所以迷糊 应该是没有想到 自己误打误撞的 竟然借一个假身份 实现了梦想 一位男医生 正缝合伤口 招呼阿妮莎帮忙 她这才回过神来 顶尖一看 伤口里好像留了个黑东西 她将黑色异物取出 看起来像是某种 外星寄生虫 但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大家只觉得 阿妮莎救了病人一名 手术结束 所有医生放下工作 聚集在电视机前 美国总统正向世界各国 宣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政府已经确定 从开始到现在 所有灾难都源于 外太空的不速之客 但他们动机还不明确 所以当下大家能做的 只是保持镇静 团结一致 从这一刻起 无论国籍 种族 性别 我们都成了一家人 请大家向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 碰巧呢 总统这句话刚落下 军队就需要阿妮莎帮助 远处烧远更多 医生更少 继续增援 她又迷迷等等的 上了增援车 走到一半才猛然醒悟 一生梦想也好 救助他人也好 终究都不重要 末日当头 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保护呀 她跳车往回跑 途径一支遇袭军队 地上遍布弹壳和军人的死尸 军车也不能开了 似乎他们是被外星生物消灭的 阿妮莎更加害怕 紧起一只手枪 狂奔回老人家里 屋里一片凌乱 大门被桌椅堵死 水壶烧着 无人照管 就算大声呼叫 也无人隐声 地上横沉着一具 看不清样貌的尸体 屋外又传来外星生物 破窗犹犹的声音 阿妮莎尖叫着逃进处无事 正瀕临崩溃时呢 屋顶伸出一只人手 原来老人带她的妻子 还有阿妮莎家人们 都藏在阁楼上面 一家人破别太久 都以为彼此出了意外 喜极而泣 老人不得不再三提醒他们 别出声 别把外星生物引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老人安慰大家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丈夫抛出灵魂反问 那她也是 宇宙中最强的军队吗 气氛越发不安 老人妻子有期神经质 她认为这是 启示鹿提到的末日 认为周围空气不够稀冷 还认为 阿妮莎一家不该在这 他们喝光水 吃光食物 留在这干什么呢 行吧 那我们走 阿妮莎带孩子们起身 不料老人倒是不让她走 至少不是现在 因为怪物就在附近 出门就会惊动 双方争执推丧 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女儿竟从阁楼摔下去了 她疼得大哭 阿妮莎忙跳下去 带她躲藏 可怪兽已经被引过来 将挡路的障碍全都摧毁 老人妻子吓得后退 可阁楼质量太差 她摔下去半截身子 老人想拉 却拉不动 因为怪兽已经咬住 她的下半身 不时传来血肉撕裂声 老人大喊 阿妮莎丈夫帮忙 但她只是趁机带儿子逃跑 阿妮莎也趁这个机会 带女儿藏进地下室 都进入寒蝉 现在的情况是 阿妮莎和女儿在地下室 最安全 丈夫儿子在二楼 而怪物就藏在一楼的某处 丈夫捏手捏脚 摸下楼梯 她认为藏在地下室是等死 要推开堵大门的家具 逃出这里 但万一弄出声音怎么办 阿妮莎警告无效 只好先让儿子来到地下室 丈夫搬完小件 正搬最大的衣柜 阿妮莎通过洗衣机的玻璃反射 看见怪物就在隔壁 她越来越警觉 甚至下了堤 该怎么办呢 阿妮莎看看孩子 他们不能没有自己 又看看地上手枪 似乎也不能开枪 她几乎失声 狂打手势警告丈夫 可惜晚了一步 丈夫已被怪物扑倒 她捡起手枪 带孩子们躲回地下室 万幸这里有山小窗 三人爬窗逃了出去 天课后 屋里传来几声枪响 老人且战且退也逃了出来 她让阿妮莎启动车子 自己断后 不了怪物扑来 把她当场要死 阿妮莎吓死了 尖叫着狂才倒车 结果狠狠撞墙卡住 怎么也开不出来 她以为保持安静 怪物就不会注意 但怪物还是一头扎进车来 阿妮莎打空子弹 一点用也没有 又用球棍捅怪物 还是不行 她正好乱掏东西乱砸 正好 儿子包里有个奇怪的黑色物质 看起来很硬 阿妮莎拿她狠砸怪物 疯了一样咎咎不停 没想到竟然成功杀死 让她贪乱成了一团 她把这团圣人的东西 推下车子 不敢相信 刚才发生了什么 车窗漏洞中 渐渐映出一个盘山的人影 阿妮莎看清不禁正主 丈夫竟然还活着 她带上丈夫离开这个鬼地方 沉默着走了好久 甚至才恢复冷静 刚才的怪物 应该就是外星入侵者 可儿子捡的是什么东西 又是在哪捡的呢 阿妮莎连环提问 儿子没空回答 只是大喊 爸爸 原来丈夫伤势加重 已经失去意识了 阿妮莎检查伤情 丈夫的胸前被怪物刺穿 胸腔听诊异常 应该是出现了气胸 她用检疫设备临时手术 丈夫终于活了过来 两人惊魂未定 互道谢谢不客气 好像重新认识了一次 天亮时分 丈夫气色好了不少 一家四口来到一家废弃餐厅 启动电云之后 娃娃机 天使全都呈现在以前 终于有过日子的味道了 阿妮莎开始煎炸肉排 两个孩子也七手八脚 正玩得开心 丈夫不禁懊悔 为什么以前自己 没和家人待在一起 这样享受放松呢 但万幸的是 现在自己在这儿了 阿妮莎泪眼模糊 但没有直面话题 只是催促快短菜吧 早饭上周 阿妮莎把巨型汉堡堆得 像一座塔 热量爆棚的食物 带来巨大的幸福感 两个孩子牵着大人的手 参前祷告 大儿子感恩妈妈救了全家 感恩爸爸没事 感恩神让我们有食物 和其身之地 小女儿则感恩有了奶昔 谈笑之间 仿佛这只是个 普通的周末早晨 但餐厅角落里 正放着一款 太空入侵游戏 外星入侵者 正攻击 毫无还手之力的玩家 这里显然另有象征意义 让人用上一股寒意 至此呢 一到七集 阿妮莎的故事线 就全都讲完了 外星怪物 虽然早就带来巨大破坏 却在第六集的时候 才露出全貌 至于入侵动机呢 更是直子媒体 看来本片已是 以外星入侵为大背景 内核呢 则是阐述天地巨变之后 云云众生的心路变化 另外三个主角的形式 也跟阿妮莎差不多 我就整合在一起 给大家看看 他们三个人 这七集发生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威发 咱们下期再见